大家好 今天这一期影片我们要来分享的是 如何去感受层肩坠肘 那这个方法呢 是我参加泰拳的教练讲的 吴隆辉老师所教训 他教的方法是这样子 一只手的掌心朝下 然后另外一只手 把这只手用力往下压 这动作其实以前 我在做一些复健动作的时候 也会做这样的动作 其实他会把手掌这边的筋松开来 对一些你手部会感到很紧的人 这是一个很好的复健动作 但吴隆辉老师他教学是说 他们在练习配拳暖身的时候 会做这个动作 这动作做好之后 马上手一松开来 这个就是沉肩坠肘 这个时候就会体验得到 比如说你用力把它拉 然后手松开 这时候松开了一刹那 是不是肘坠肘肘 因为你拉的时候 其实整个肘跟肩都是被用力 你像是拉住 一松肘肘肘肘 哇我觉得他听到他的解释 一听就哇真是太有道理 突然再拉另外一边 一松肘肘肘肘肘肘肘 用力拉 而且这个动作本来就是对 手部的拉筋很好的姿势 因为我们通常会做的是 脚部拉筋 不会这样子去拉 但手部呢 我们很少去做什么样的一个拉筋动作 这个就是一个拉手 我不知道这个叫背 手背 还是手的正面 反正就是你拉的是 手的这个面的一个筋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腹肩动作 其实平常我自己在做太拳暖身 我也会去做这个动作 因为以前像我们这种打电脑 用久的肩膀僵硬 手也很僵硬 所以腹肩的时候 腹肩是会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其实有助于拉手部的这个筋 没想到原来这样的动作呢 吴仁卫老师他们在做太拳暖身的时候 也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然后同时透过这样的动作呢 很容易闹出去也学会说什么叫做沉间坠走 因为你用力拉之后放开来沉间坠走 用力拉放开来沉间坠走 这个就是沉间坠走的感觉 这个是有时候教学是这样 就是说学生学不好 其实当然学生不认真不用心 也是这个原因 但是教练会不会教也占了一个很大的因素 好的教练他就是有办法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各样的技巧各样的指点 让学生一听就觉得有道理 你看就像吴仁卫老师教学这样子 拉完之后松 沉间坠走 拉完之后松 沉间坠走 这个就是沉间坠走的感觉 我一听就觉得有道理 这个学习方法这个教学方法非常的好 比起我们在教学大达拉 譬如说你站着 骑士的站着 这个时候你可以想把他做沉间 但没办法去做到坠走 彭律吉安 这个时候我们就讲说沉间坠走 但学生来讲 他可能还是容易体会到说什么叫沉间坠走 但是透过这个动作 一做不仅对手部拉筋有帮助 一放松就是沉间坠走 手的拉筋有帮助 放松 沉间坠走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教学方法 我觉得吴仁卫老师 其实我在那边太极拳教练跟裁门讲习 也听过他几次上课 每次上课都会带来很多非常好的教学要理 我们今天再继续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